今天跟老伯来山里面 这里有一棵野生的羊梅树 我们把它摘下来都已经熟了 天树熟的都是红红的 这个羊梅长 羊梅长了 我们上树去摘一点 这么大一棵羊梅树 老伯现在上树我也要爬上去 这下面拿一个树垫子 太大了 老伯去摘点羊梅 太大了这个树 太熟了 太熟了 这个羊梅特别熟 真的野生的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 野羊梅 我们多采点下去这个还可以泡酒 多采点回家吃 这个羊梅就这样子的 顺顺甜甜的特别好吃 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 这是自然熟的 特别 顺顺甜甜的 刚才就吃过了 然后绿色这些我们也可以采回去 然后放几天 它要自己就熟了 这个野生的羊梅 太好吃了 再开吃几个 嗯 我在前面摘 老伯在后面摘 片树结的都是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羊梅 酸酸甜甜的很美味 然后我们再多摘一点 特别好吃 哎呀掉了一棵 你们看一下下面好高 这个树下面真高 好几十年的大树了 这么大一棵树 但是呢平时都是 这边比较多 老爸摘的那边比较多 就摘红红的这些 这些也可以摘了啊 这个已经熟透了 特别红的就熟透了 哇 我的手里面拿不下了 真是给老爸刚刚的收获 你们看 野生的羊梅炒了这么多 开吃啊 开吃一个 啊 开吃一个 开吃 嗯 嗯 天啊 特别甜的吧 喝几个 快点吃一个 天还在树上啊 多摘一点 这么多 多摘一点 回去给老妈吃 太好吃了 嗯 太烤了 哈哈 我吃的钓 第一次来上菜 这个羊梅特别好吃 树上还有很多 这也等过几天再来转 那再来丢